歡迎收看電玩宅蘇貝 我是主持人羅特 跟朋友玩遊戲 有時候會為了想贏 或許會故意用一些 破壞平衡的角色或玩法 來氣氣對方 但是在正式比賽的時候 這樣的亂搞 可是會讓對手氣到不行喔 而且這次的主角 居然還是超可愛的胖丁 來看一下用胖丁怎麼樣玩到 讓人氣噗噗的吧 每一種電競比賽中 角色或戰術 都會有不同的強弱之分 尤其是格鬥遊戲中 如果角色做壞了 或是平衡沒有做好 無限連段 或是種種的BUG 都是常常看到的畫面 正式比賽中 偶爾會針對這種情形作 角色或招式的禁止 但也有反過來 把這些東西當成特色的遊戲 玩起來也是歡樂無比 但有時候不是角色強弱的問題 而是選手的對戰態度 可能引起爭議 最近一場在加拿大的 大亂鬥比賽當中 有選手選擇使用胖丁 在比賽中略為領先之後 開始避戰 最後居然出現兩位選手 都停止動作的場面 甚至讓對手氣到站起來 拔搖桿之後走人 只能說想贏 也不要把場面搞得太難看啦